距离1月28号生下儿子到现在 正好三个月的时间 秦海露还没来得及彻底地受回来 就亮相新片《闯入者》的发布会了 辣妈 强势付出 这敬业的精神绝对是刚刚的 在接受我们娱乐星天地的专访的时候 大大咧咧的秦海露还口无遮拦地自爆猛料 说自己差一点就嫁给当年的导演王小帅了 在《闯入者》的发布会现场 产后三个月的秦海露无疑是最大的焦点 不过此次亮相发布会可并不代表 儿子没过百天辣妈就准备付出了 而是基于和导演王小帅肥一般的交警 这位热心的红娘朋友就这样给秦海露和王小帅签了线 关键是男方对女方可是相当中意 然后小帅就把电话拿过去了 他说这样吧 三年之内说你要是还没嫁的话 那我就把你娶了吧 没料三年还没到 秦海露果真是嫁到了王家 不过不是导演王小帅家 而是演员王新君家 2014年1月王新君和秦海露结婚 一年之后儿子姑姑坠地 37岁的秦海露升级当了妈妈 当话题转到生娃带孩子上 秦海露可就一去不回头了 要是睡觉睡不够的话 就是差一个小时都会满世界发脾气的那种 生了孩子之后我就没有睡过超过三个小时 因为你三个小时要喂奶 然后从来没有因为说我睡不好觉 说跟家里人发脾气啊或者是什么 秦海露坛言床入者宣传档期一过 自己又将全身心回归家庭 恐怕近两年内都没什么行作闻事了 不过这般家中事务一肩挑 可不是因为孩子他爸是个甩手掌柜 比如说孩子拉屎的时候都是由他来洗啊 就是他来擦屁股啊换尿布啊什么的 他非常熟练 演员非常熟练 娱乐新年地北京采访不到 其实新妈妈聊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 感谢观看